在今日一共有14个志愿者前来服务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到下午六点钟 首先是检查新生的一些有效证件 比如说录取通知书核酸检测证明以及他们的健康绿码 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新生们进入校门 并且帮他们把行李搬至校车上车处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来给新生们提供开学第一站的温暖 我也是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执勤 上午最多的时候我们志愿支队的复得东南门的七个男生 基本是应接不暇 每个人都在搬 然后可以说一上午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这也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很多新生的家长不能够陪伴他们入校 所以我们也就是起到迎接新生的第一站的作用 上午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确实很值得 我也希望用我们比较尽职尽责的服务 让他们感受到清华的一个温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